大家好,我是Plon 今天終於到我做韓文歌的推薦影片了 可能這個時候你就會說 你今天想做推薦影片 但為什麼你的主題是寫不喜歡的歌曲呢? 因為人是一個很反叛的生物 叫你去做,你偏偏就不想去做 叫你不要喜歡這件事,你偏偏就要喜歡這件事 我現在叫你,懂youtube,懂電話 之後走去溫習,有誰會聽我說? 我每條影片都叫大家留言分享 但都沒有人分享我的影片 所以今天我要為廣大的男士發聲 去講出四首男生是不會喜歡的韓文歌 第一首歌是RI的NOMU NOMU NOMU 這首歌聲稱是表達少女在愛情中迷惘的感受 講述少女被其他人表示心意 但認為自己現在不適合談戀愛 而希望對方諒解的一首歌 但直接來說,根本就是一首發好人卡的歌 這首歌幾乎每一句都可以成為女生拒絕告白的句子 圓圓完全全感悶起了男生被吃檸檬那種苦澀的滋味 你明白嗎? 好對不起啊 我覺得現在不是一個好的時機向你表達我的心 如果你肯定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歡我 整天整天整天掛著我的話 到時再叫我回來吧 我認為我們應該給大家多一點時間 如果到時真的適合的話 我一定會毫無保留地把我的心交給你的 其實本週已經沒有聽這首歌一陣子了 但前幾陣子因為一個日韓合作的節目 produce 48 令我重新loop那首歌 可見現在日本的朋友們都要加入這個發好人卡的行列 雖然鼻發好人卡都不一定是女生的錯 但為免不必要的誤會 我都在此呼籲各位女生 愛就要勇敢說出來 不愛就勇敢說不出來 第二首歌是twice的signal 可能這裡部分人不知道twice是什麼人 twice是一個狗人的女子組合 不論在韓國還是日本都很有名氣 很有名 還有很喜歡傲嬌的一個組合來的 我很喜歡你 但我不想顯得我喜歡你 不如你先追我追多一會吧 你現在快點過來敲打我的心房吧 但今天我不會離開的 明天再來吧 加油我會等你的 感聲奴是一首抱怨控訴的歌曲 主要是表達少女對心儀的對象 做了很多小動作 但對方一點都感受不到的無奈之情 各位女生們 聽我說男生是一個很蠢的生物 你千萬不要奢望男生會主要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在我的眼中 無論你買唇膏一號色 唇膏二號色 唇膏三號色 對我來說都是同一種顏色 你問我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有什麼不同啊 我還是回答不了你的 剪了頭髮 遮好夾 還有眼線筆 打開看 不是啦 人家是剪了指甲 我還以為你說你今早塗了防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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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ce在Signal這首歌裡面 他們說他們做過的小動作 包括有五樣 手勢 眼神 表情 多番向你微笑 還有多番聊你說話 這五點裡面 我覺得除了第五點之外 其他四點都很難注意得到 你當我們男生蠢好不好 是沒有什麼顏色的了 但還是那句 愛就要勇敢說出來 不愛就要say no 是今集的標語 但Twice是很值得欣賞的 因為 他自從Signal之後 到下一首歌 他們終於明白到 愛要勇敢說出來的道理了 今時今日的女性們 應該好向Twice上去哭 下一首歌是EXID的LIE 歌詞的大意就是 對出軌的男生多次說謊的怨恨 這首歌是我人生聽過裡面 歌詞最肯讀的一首歌 我每天都會為你祈禱的 祈禱你今世可以落地獄 反正你本身都不應該存在這個世界 我知道你這個時候就會說 大哥 說你出軌的話 當然是抵鬧的 不罵得狠毒一點 怎麼對著自己 但問題是 有EXID做女朋友的話 誰會想出軌呢 都說今時今日的女人 特別喜歡胡思亂想的 第四首歌 ESTRO的ALWAYS YOU 就是講述男生失去女生 都依然很掛著對方的情懷 我不喜歡這首歌 並不是因為舞蹈 並不是因為旋律 而是因為 我好妒忌 說真的 如果我有銀優 我是不是Rocky的六角腹肌的話 我想我不需要擔心分手這個問題 唱這首歌的人應該是我 不過是Pojan 說真的 不過其實說真的那句 我覺得我們根本都不需要考慮 你喜不喜歡那首歌 因為 當中 在你想你喜不喜歡之前 那首歌都已經 藉在你的腦袋裡了 就是這樣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LIKE和Subscribe 如果你想我做更多這輪的影片的話 歡迎留言和分享 有趣的話 也可以追蹤我的IG和Facebook 好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 我選了一個學貓 要出了韓文版 我覺得極驚巧 Koya iso ni ne va kachi miao miao miao